好 焦點回到國內 瓊斯被籃球邀請在中華籃隊面對伊朗 射手呂鎮如是火力全開了 外線狂飆 中場中華籃隊是以84比76擊敗了伊朗 確定晉級到四強 而稍早年輕的中華白隊想要面對 強敵美國想要立平三連勝 卻是進攻當機一路被美國壓著打 中場是以56比86慘敗 中華白隊陳銀俊 籃下妙傳給陳小榮投籃 兩分要鬥還賺到小壯家義的機會 中華白隊對上強敵美國隊 想要立平瓊斯杯三連勝 沒想到雙半場中華隊進攻 找不到準心 連防守也守不住 美國隊的猛烈攻勢 雙半場打完中華白隊 就已經落後來到雙尾書 可能他們的身材真的是比我們還要有優勢 他們就是又高然後就是又壯 那當然我們也是盡量的去搶每個籃板 但是結果好像就是沒有打到運氣的效果 進入下半場美國隊更是火力全開 尤其搶籃板更是積極 也創造了許多第二波進攻的機會 讓中華隊防守徹底崩潰 反觀中華白只靠著 陳紹榮和呂美的虎龍帽 兩人獨成大局 但終究不離多點開花的美國隊 中場中華白隊就以56比86 慘敗跟美國隊多達30分 也寫下中華白隊在這屆瓊斯杯 最大分差的一場敗仗 中華白隊慘遭美國隊準很驕育 雖然輸得可惜 但總教練還是肯定球員的表現 尤其是在SBL台灣大苦無上場機會的陳笑容 對上美國一戰更是打出生涯代表作 中華白隊輸給美國之後 戰績變成兩勝四敗 確定無緣晉級最後四強 不過從上個月的亞洲杯 到現在的瓊斯杯 這群中華小將的表現 也讓全國球迷看到了 中華男籃未來的希望 雨電TV 吳家游 未處於台北報導